印度要登場 所以莫迪做了非常多事前的準備 到時要迎接這些來自各國的一些貴賓 當然也要展示一下 印度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 名字可能也會有一些變動 還有待討論 另外一方面 他也想展現給大家看 正是時候可以投資印度了 所以面子工程也千萬都不能錯過了 G3題 接下來正式登場 我們還會帶大家持續來關注 好 那麼繼續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 我們來看看日本市場 日元最近逼近148 這個日元貶成這樣 還要看150嗎 大家已經開始覺得有點毛毛的 但是如果你有投資眼光的話 趕快錢準備好 但是日本股市卻是一路往上飆高 日股連八紅 已經來到33年的新高了 好 這個股會 我們看到了 到底都有各自的一個趨勢在走嗎 我們要怎麼來觀察 接下來日本投資的一個趨勢 趕快有請停 這已經扁到一四七點七五了 這已經快到一十八 然後一五零 一六零 有可能繼續看下去 我們還是要觀察一下 因為這一次直鐵河南 其實在央行會議上 已經非常明顯表態了 日本的寬鬆力道 沒有這麼容易結束 待會我們會細講 他的分階段 製造通膨的計畫 但我們至少可以承認一件事情 就是隨著日幣的走貶 日股已經創新高了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中長期趨勢來說 藍色線日經二五指數 紅色線美元對日元匯率 你可以觀察得很清楚 通常日元貶 或者說日元這個升值的話 反而日股的貶值力度 日股的下壓力度 大家就會顯著 日元一路貶上去 反而日股是一路的衝高 換句話說 市場上幾乎把日本股市 已經完全定調為貨幣寬鬆的力度 而並不是反映實體經濟的表現 所以先說明一件事情 日元正在高強度貶值 日股正在創新高 日本的確有製造了一些通膨 但是日本的經濟 真的如想像中來得好嗎 這就不一定了 我們仔細來做一些推敲 我們往下看 首先先來觀察 具體來看 日本獲利是否有在今年創新高 我們正常來講 影響到整體股票市場 長期結構 他基本上取決於兩個因素 一個是貨幣寬鬆的政策效果 他是堆砌整個資產價值的估值 第二點是獲利賺多少錢 他在寬鬆是一個既定 已經二三十年的事實 可是他賺的錢 真的有比去年多嗎 你賺的錢比去年多 今年股價創新高 這就合理了 可是我們觀察得很清楚 二零二零年的確 當時日本的五大商社 五大商社就巴菲特 最近買一大堆的 像是三菱 三井 伊藤中 柱油 或者玩虹 那這些股價早就已經創新高了 可是我們觀察到 二零二零年當時的業績 以三年來看 只有一千七百二十五億 二零二二年直接翻了十倍 所以你說股價 在這幾年的上漲 有沒有道理 答案是有的 二零二零年日本的基期 真的非常非常低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們觀察 二零二三財年的部分 從本來的一兆日元變到九千兩百億 你看不管是三井物業 或者我們看到的伊藤中 整體在今年的獲利預期 都比去年來得低 會衰退 對 今年是景氣下行年 今年不管是台灣 韓國 全球各大產業來看的話 大部分的獲利表現 都比去年來得差 對 所以如果日本的獲利 日本企業的獲利 沒有比去年來得好 他的股價上漲 我們就必須說 有一點貨幣寬鬆政策 所以全部都是錢堆上去的 對 巴菲特是真的賺到錢 但巴菲特賺到的是 他的獲利增長嗎 那就不一定 大家能夠區分清楚 他賺到是股價嗎 沒錯 那第二點就是 通膨的持續的輸入 的確對於日本內部的通膨 有顯著拉抬 日本目前通膨大概在三點二趴 比台灣高 台灣最新的八月份通膨 雖然也拐頭上彎 但也才二點五趴而已 可是問題在什麼 問題在於日本的家戶支出 從月增率來看 在過去幾個月 除了七月份 少數回到政策漲以外 仍然在緊縮 我好奇 怎麼會我大家消費 已經連續六個月越來越少 但是通膨卻是越來越高 對 那就說明 目前日本的通膨 大多數還是來自於輸入性通膨 而並不是我們看到的 需求性通膨 我們具體往下看 這就是植田河南 為什麼說 現在是不能停止貨幣寬鬆的 因為目前還沒有達到 他對於通膨所達到的失智預期 目前他的貨幣寬鬆政策 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是輸入型成本 需求也跟著上升 以此來推高通膨 那需求有沒有上升 有一點點 但是最近有一點乏力 甚至加戶支出正在減少 那第二個階段 是通膨上升 促使企業開始加薪 目前日本部分企業 已經開始鬆動了 像過去UNIQLO 他就大條心嘛 對 但問題在於 日本到目前為止的實質 實薪 你可以觀察到 實質薪資水平仍然還在 負三到負四個percent 實質薪資水平 是要把通膨減掉的 明目的薪資減掉通膨 那你看到是負值 就代表著目前通膨是跑贏薪資的 所以第二階段還沒有達成 那也就代表著第三階段 實質薪資沒有達到 所以到目前為止 日本的貨幣寬鬆 他沒有達到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只有實質薪資轉正 來到正報酬的時候 我們才會看到貨幣寬鬆的政策 有可能來到停歇 那另外一方面 日本的水產品的進口量 中國大陸的部分 佔了22.5% 轉口貿易 香港的部分佔了19.5% 兩個加起來是多少 四成 也就是說這四成的消耗量 你分別要從美國 台灣 韓國 來進行成購 就在這種狀態底下 會對於日本內部的經濟 產生吸引人的壓力 那換句話說 日本到目前為止 他不能停的關鍵 並不是說他已經寬鬆上癮了 是因為到目前為止 他還沒有達到他的最終效果 也就是實質薪資上升 那第二點 就算他停 他也不容易進入到升息循環 為什麼 我們看下一張就可以理解了 目前如果我們觀察 日本整體國債 佔總體GDP的比值 大概是二點六倍左右 也就是他二點六年 不吃不喝 才能夠把債務全部還完 其他國家 像是美國 義大利 德國等等 大概頂多高一點 也就在百分之百 一年左右 日本他也太遙遙領先大家了 對 雖然他是內債 本身沒有系統性風險 但問題在於 他一升息 那個利率一提高 這個債務這麼龐大 那個利息是很多的 你看他現在是怎麼樣 他發行債務 幾乎不用還你利息 因為零利率嘛 對不對 那如果進入到升息環節 壓力就很大 所以我們目前來看 是寬鬆政策持續 什麼時候停止呢 實質利率翻證的時候 會停止 但是有沒有可能升息 基本上沒有可能升息 那就說明了日幣大概率 還是保持在一個 相對的貶值格局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 日本目前內部的消費情緒 其實還是差不多 你比如說很多人在日本 到目前為止 有一些不好的經驗 比如說在 我其實四月份才去 日本本來新宿街頭 就很常有這種拉克行為 你嚇的嗎 敲詐外國客 製作人嚇的 敲詐你 你被敲詐了嗎 我覺得日本普遍的商家 都還不錯 主要是在新宿街頭 經常你會遇到那種拉克的 跟你講說 免費喝啤酒喝到飽 但服務費給你收五成 兩杯啤酒 兩杯紅酒 結果臺幣收了一點二萬元 或者四個人喝點八杯飲料 一杯要一千兩百塊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就是說日本本身的現狀 足以去證明 目前並不是景氣大豪的時代 整體日本人來看 你看很多上班族 年薪可能是百萬 可是他寧願去使用手機3GP 370塊的方案 自己帶水壺 然後超商飲料裡面 好可憐 捨不得喝 這說明一件事情 就是說日本內部的通縮環境 到目前為止 消費行為其實沒有顯著的改變 可是我們看到的通膨 正在浮現 很明顯就是輸入性通膨 已經完全傳導到 日本的經濟環境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 央行的寬鬆力道 會不會因為救不起來 就停了呢 我認為不太可能 他一定會寬鬆 毒藥已經打下去 不能停的 是 好 非常謝謝廷 所以我們看到了 這個日本寬鬆的環境 有非常多的一些 其他的原因 讓他沒有辦法停下來 於是現在這個日圓貶值的 一個趨勢 可能還會再持續 我們再來持續觀察他囉